谁都没想到40年前的一首老歌会在2024年火爆全球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它就是云工训音 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爆火 其背景音乐也跟着火爆全球 但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 这首背景音乐只让原创作者拿到了8000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当年在西游记播出之后 西游记中的曲子成了当时最值钱的音乐 歌手蒋大卫唱一首《感温录在何方》 出场费就高达数万元 20年后在手机彩琳排行榜上 前三名有两首都是西游记的音乐 彩琳网站用这些曲子轻轻松松就赚了上千万 而原作者却只拿到了8000块钱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作者是谁 连电视台给感温录在何方颁发中国电视十大金曲讲师 也没有请作曲人上台领奖 他本是西游记最该被记住的灵魂人物 不但为西游记创作了片头片尾曲 还为该剧创作了十三首插曲 上百段配乐 却被人遗忘了许久 直到黑神话悟空爆火 他的名字才被人重新提起 他就是以一个人包办了西游记配乐的作曲家 许静青 许静青是怎样创作出如此经典的云工训音的呢 按理说 这样一位创作出如此有价值的音乐的天才作曲家 生活应该是有保障的 但为何到最后却差点养不活自己呢 许静青 1942年生于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 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在他刚满周岁时 父母便带着他踏上了北上闯关东的旅程 最终定居在黑龙江省伯利县 尽管生活贫苦 但父亲许增泰开启了许静青的音乐启蒙 还用竹筒 松木和黑鱼皮 做了把二胡送给许静青 后来 许静青创作的猪八戒杯媳妇 就是用这把二胡拉的 不过 在许静青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父亲许增泰就因劳成级去世了 父亲的去世激励了许静青 更加坚定地追求音乐的梦想 尽管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音乐教育 许静青却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成功考入了哈尔滨艺术学院 然而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 许静青曾考虑过放弃学业去打工 但被母亲拒绝了 母亲说 即使拉棍子要饭 也要供儿子读大学 1965年 许静青从哈尔滨艺术学院毕业 被分配到了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 担任作曲 在那 他为农业科教记录电影 《西游记》等领域均有他的音乐作品 1982年 一部注定要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西游记》开拍了 导演杨洁 为了给这部史诗级的作品 赔上完美的音乐 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见过了不少有名的作曲家 也听了不少为西游记量身定作的主题曲 但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就在杨洁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听到了许静青为西游记第一集创作的 《欢乐的花果山》音乐片段 这段音乐立刻触动了他的心弦 尽管当时的许静青在音乐界并不为人所熟知 而且还是第一次与杨洁见面 但是杨洁还是当场拍板 立派众议 让毫无名气的许静青为西游记协助提取 在这之前我就没见过杨洁 也没人给我介绍 那天他前呼后拥子来了 老太太 说哎 这个音乐学学的 然后晚上王华就赶紧跟他说 这个是个没名的 我不要名 我要音乐 这个音乐是我西游记需要的音乐 就这个人了 在创作过程中 杨洁给予了许静青极大的自由度 他对许静青说 你随便写 没有给许静青设定任何具体的框架和要求 这种信任和自由的创作环境 让许静青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要怎么写呢 我就问过杨洁 杨洁说 怎么写 是你的事 那我就想 写什么内容呢 写 你自己看着吧 杨洁就说了那么久 就这么两句话 让我们点儿化难了 最让他头痛的就是 传统的管仙乐 似乎无法让孙悟空这个角色飞起来 这个问题让他苦恼不已 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 一军民工敲着饭盒 哼着小曲从他的窗前经过 这个场景突然给了他灵感 他听到了那节奏感强烈的敲击声 仿佛看到了孙悟空腾云驾屋的音姿 这一下肯定是孙悟空降临 我用了电子鼓 就下面的音乐怎么起 发展不去睡觉 去那外面有一把民工敲着饭盒 张张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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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有了 请接着是同管有力度的东西 在这我就卡住了 萌萌的当中 有一个女生飘进我的脑子里 我赶紧把这音乐提起来 于是 他立刻将这个节奏融入到音乐中 并且大胆地加入了电吉他 架子鼓和电贝斯 等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前卫的元素 这样的创新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这首曲子不够民族化 不适合用来描述我国的名著 许敬青甚至差点因此被迫离开剧组 但幸运的是 导演杨洁听完非常满意 并坚定地支持他 据理力争 这才保住了许敬青在剧组的位置 《西游记》的主题曲《感温路》 在何方的创作同样充满了故事 许敬青在拿到严肃的歌词后 一时不知如何下笔 有一天 他在北京西游门坐公交车 路上的喧嚣和盲目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为什么人们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这时 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想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灵感突然来袭 一段旋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他立刻找路边的小学生借了一支笔 把这段旋律写在了烟河纸上 回到单位后 他一气合成 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 从1983年到1987年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 许敬青为西游记创作了十五首插曲 和上百段配乐 这些作品 包括片头曲云工训音 片尾曲感温路在何方 插曲女儿情 天竺少女 以及契乐曲珠八戒杯媳妇 都成为了经典 深受人们的喜爱 流传至今 然而 尽管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许敬青本人却非常低调 不擅长社交 因此在音乐圈中的存在感并不高 1988年 感温路在何方被观众投票 选为中国电视十大金曲之一 在颁奖仪式上 其他获奖曲目的作词和作曲家 都是双双道场 共同上台领奖 但感温路在何方 只有此作者严肃一人出席领奖 许敬青却未被邀请 许敬青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颁奖仪式 心里充满了疑惑和失落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个作曲人没有被邀请 他尝试打电话给电视台询问 却发现没有人认识他 他不得不拿出所有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就是感温路 在何方的作曲人 最终 主办方才寄给他一个奖杯 但这个奖杯 是由传达式的大爷转交给他的 而不是在颁奖仪式上公开颁发 多年后 许敬青写的歌曲多红了 但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创作的旋律 被广泛用于手机彩琳 在手机彩琳排行榜上 前三名有两首都市西游记的音乐 这些彩琳被网站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达到了数千万的盈利 然而 许敬青本人 却只收到了微不足道的报酬 在那个版权意识尚不强力的年代 尽管蒋大为在舞台上唱慢了 但问路在何方 却未曾向许敬青支付过任何版权费用 彼时很多人都看不过去了 纷纷鼓励许敬青走法律途径起诉维权 而许敬青却说 算了 就当是给全国观众听一场演奏会吧 自从西游记播出后 许敬青心中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是举办一场专属于西游的演奏会 邀请所有西游民来聆听 然而 这个梦想似乎总是遥不可及 尽管他每年都在尝试申请 但总是因为资金问题而不得不推迟 在社交媒体上 许敬青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我想开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 不知怎么办 他坦言自己一生低调 不善于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 也不擅长交集 因此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 他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帮助他 实现这个梦想 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 岁月流转 许敬青从45岁等到65岁 这个梦想一拖就是20年 直到2007年 他决定不再等待 开始自己筹备音乐会 他四处奔波 寻求帮助 但最终还是因为资金问题 而陷入困境 在无奈之下 他考虑出售自己的音乐版权 我说谁想买我的版权 我卖 他说我多想卖 我说给我几万钱 我都卖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缺钱 我太需要钱了 2011年 许敬青希望通过网络 向社会寻求资金支持 他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取名做曲曲敬青 但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直到他将昵称更改为 央视西游记做曲敬青 粉丝数量才开始慢慢增加 然而 他心中那个举办音乐会的梦想 依然遥不可及 2013年 许敬青发出了一条微博 我的西游记音乐会录在何方 这条信息迅速传播 被转发了三万次 一些企业开始联系他 但问的最多的问题是 能赚钱吗 他四处奔波 送出了四百多张样本碟 历经了许多骗局 也听过太多空洞的承诺 一次一次的碰壁 一次一次的失败 但是我这人就是说 我就要开 我必须得开 我不开这部音乐会 我死不瞑目 或许有人说 许敬青想要办音乐会 是贪图名利 可他只不过是想给年轻时的梦想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016年 他的老搭档严肃 也就是感恩录 在何方的辞作者离世 这让74岁的许敬青 意识到再不办音乐会 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 2016年 恰逢西游播出30周年 许敬青内心百感交集 从前他不想重筹 担心这是对西游记的亵渡 可现在 他生怕再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了 于是 在网友的建议下 许敬青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众筹 众筹视频在微博上迅速传播 仅仅三天就筹集到了190万 国家交响乐团 首先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雷家 龚琳娜等艺术家 也纷纷站出来支持 但最让他感动的是 那些听着西游记音乐长大的粉丝们 他们的热情和支持是 众筹成功的关键 最终 在多方的支持下 众筹金额达到了460多万 许敬青自己在垫上30多万 这场直来30年的西游记专场演奏会 终于顺利召开 演奏会当天 入场的队伍长达上千米 上万个座位坐无虚席 当那些熟悉的音乐旋律响起 所有人都被深深打动 热泪盈眶 这位74岁的老人 在后台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一刻 许敬青就像西游记一样 终于取得了真经 86版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音乐是其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游记是一部永恒的传世之作 那么这位音乐家的作品 则是其不朽的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